?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電踏少女儀恩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技嘉AIROR 15 新筆電的發表會 將將 在我手上的呢 就是今天的主角 AIROR 15 那它非常的輕薄 只有2.1公斤 那 Aero 15 呢 它其實是專門為設計師所設計的筆電 但是 它同時也可以玩電競喔 那這次 Aero 15 呢 它主要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就是它非常的便利好攜帶 第二個重點就是它有高效能 然後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它有長達10個小時的續航力喔 一起跟著原來看下去吧 那在便利性的部分呢 剛剛有提到 就是 Aero 15 它只有2.1公斤 所以對我們女生來說 直接把它放到包包帶著走 也不會是太大的負擔喔 不過呢 千萬不要以為輕薄就一定會犧牲掉一些配備喔 在Aero 15 的身上 連接部可是非常完整喔 像是這邊要有網路孔 還有HDMI 線 甚至有Thunderbolt 所以你要外接4K的螢幕也沒有問題喔 再來呢 Aero 15 它搭載的是 Intel Cry 7 輸入器 以及NVIDIA GTX 106 的顯示晶片 而且重點是 Aero 15 呢 它是全球第一台 通過Tentone 色彩校正 潤正的筆電喔 好 那最後呢 打開Aero 15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它的變化非常窄 只有5mm 所以整個視覺上看起來 就是視野又更寬闊 再來呢 它鍵盤的部分 它每一顆鍵盤都可以單獨設定 就是不同的色彩 另外呢 它還有13種模式 可以讓使用者任意變換喔 好的 那Aero 15 呢 已經在今天 5 月 9 號正式開賣了 售價是 64900 元 那今天的出門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如果想要訂閱它上面的話 別忘記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給影片一個Like喔 最後別忘了也要幫我們 是專業色彩校先看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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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啦 下次見啦 還是小聲 下次見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